前方就是广州首座升降式大桥 两分半钟可将700吨的桥面提高8米 它是怎么运行的呢 带着好奇心 我们去实地一探究竟 远远看去大桥还真不一样 这座大桥呢是叫光明大桥 它是位于广州的攀影区市桥河 是广州市第一座直升式开启桥 在2017年3月份动工建设 直到2019年9月6日正式开通 它是连接市桥街和桥栏街的主要通道 我在现场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它升降 网友们你们知道它的升降时间吗 大桥全长是115米 其中桥梁全长98.6米 桥宽24米 两侧引桥跨均为22.5米 采用了双向四车道 两侧各设4米的人行道 光明大桥在没有升起来之前 距离水面应该有个3米左右 这个高度通过一些小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通过大船的时候 它就需要把桥面提高 供大船通行 光明大桥的开通 也是加强了市桥和两岸的交通联系 缓解了城区的拥堵 改善了市民出行的一个环境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要怎么样的操作 才能让大桥在两分半钟 将700吨的桥面提升近8米 答案就是在这四座桥塔 在每座桥塔的17.8米处呢 都设有提升桥所需要的设备方 来控制桥梁的提升 提升的机器呢 就安装在这个塔楼的顶部 其原理呢 就跟这个直升电梯啊 是差不多的 利用平衡重进行提升和下降 当大桥整体提起的时候 桥面就是无法正常通车的 升降的时候呢 基本没有噪音 开启和闭合呢 只需要两分半左右 视频说到这呢 可能很多人又会有疑问 那么光明大桥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设计呢 据官方介绍 主要呢 是出于民生的考虑 如果建设8米高的普通桥梁 那么两边的引桥呢 将会特别的长 因为在桥梁的两边呢 有密集的居民器和商业体 由此引发的拆线量呢 会非常非常的大 而建设直升式开启桥呢 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避免 既可以缓解周围繁忙的交通状况 也不用占用太大的地方 因为目前市桥河这边呢 主要是一部分小渔船和亲切船通行 大型船车呢 相对较少 即使桥梁不升起 也可以满足日常的通行需求 网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大桥的设计咋样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咱们下个视频 上下一个视频